好,那有21位朋友們也問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說對您來講台灣人民的文化認同 究竟應該要怎麼樣定位? 我們是不是需要一個集體的文化認同? 要怎麼定位? 之前我在剛上任的時候 有一個香港的,應該是TVB吧 的一個記者,區域區記者 問我說,這個你覺得台灣未來發展的方向 到底是往哪裡之類 那到底要怎麼在什麼? 坐標上面給台灣定位之類 那我當時2016年的回答就是說 台灣的這個定位很簡單嘛 就是不斷向上仰望行空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一邊是菲律賓海板塊 一邊是歐亞路板塊 所以天到晚都有低震 然後在這種低震的過程中 防震結構做得很好 所以玉山每年就長高2公分還是3公分 所以是這個仰望行空 在衝突當中成長上升什麼之類的 那所以他就這個就是非常感動 然後後來好像這個原本舞劇 那段話去弄成了一個舞 但是就是說 我是覺得說 這個確實是我的想法 就是transculturalism 就是其實很難翻 跨文化 或者是我之前有 就是硬翻 就是transcultural republic citizen 我翻成公民之國在化之中 所以就是說 對我來講就是在跨文化的過程裡面 我自己本來不管是哪個文化 我在台灣這邊 我可以接觸到20幾種 跟我本來原生文化不同的文化 而且我可以學著 就像剛剛講到那個第二外語一樣 從他們的角度去重新詮釋我的文化裡面 看起來發生過的某些重要的歷史的事件 那任何歷史事件都是這樣子 可能20幾個維度 非常非常立體的方式去呈現出來 那也因為有這樣子的狀態 所以我們看到任何新的文化 新住民啊 世界上剛剛講到那麼多的史區啊 你都是可以用這種 非常自然的跨文化的方式 呃 去了解 那對我來講 所謂在化之中就是 呃 在各種各樣的文化之中 用這種跨文化的感覺 那對我來講是 就是transcultural這個字的 的意思吧 那所以你說這個文化認同 它是不是集體的呢 是不是一個collective identity 我覺得不是耶 我覺得這是 嗯 connective identity哦 就是是大家用就是 互相聯繫的方法 呃 產生的某一種認同 但是這個認同 並不是排除式的認同 好像我有一個標籤 就不能有這個標籤 而是呃 我有過這樣子的體驗 我也願意從你的角度 去重新有另外一種體驗 所以我們到最後 就有一些共同的重疊的體驗 但是又不是排除式的 共同的identity 所以我大概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再看吧